台湾瓦列劳化提電協會結合到 表談社區發展協會 24號在嘉義官陸超雄表談國小 順利強向社會經行合部記者 要請到嘉義官長王張良 立法委員吳玉玉憲 陸超雄長袁佩宇議員黃茨浩共同來告白 當時在這個現場來發行物資 官長王張良表示 感謝陸超雄出身的吳玉琴立委 進入措施 吳玉琴當時擔任台湾瓦列劳化 推電協會理事長 這次中主委應徵開關照顧地方專家 除了在新港鄉 外賣還有西北村生臨兩位 鄧青瓦列展 也在陸超鄉 西靖村生臨社區照顧關懷古店 今天特別來到陸超 今天食物銀行 有我們吳玉琴委員當理事長的協會 一起在這邊共同揭牌 把全台灣最進步的一些社會照顧的理念 輸送到嘉義縣來 那這樣的一個理念實際上不管是在食物銀行的 這個救助的部分 那給需要的人 另外今天我們全國食物銀行方理事長也特別提出一些 像APP的相關老人的健康檢測 可以讓他的子女知道他的身體狀態 我認為都是非常好的理念 那所以我非常感謝 吳玉琴委員是六臭的女兒 那一直把最進步的照顧理念輸送到嘉義來 那嘉義縣政府就全力配合 那我們整個全國的這樣的一個協會跟組織 那包括吳玉琴委員 怎麼樣把嘉義的老人照顧做得更好 那我想這是我的責任 也是整個嘉義縣老年人口最多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跟處理的 所以我們樂於把最進步的理念跟照顧 能夠帶到嘉義來 謝謝所有大家人的努力 今天在碧潭村新立公鄉社務銀行的博物固點 發紅、母豬、營養包、賀新鋼香、六草香、東地、越界中、修理好 變完後六十五歲以上有營養輸給的長輩 大家在地老化、社区共樂的禮念 其實是嘉義的女兒 所以對嘉義是特別有感情 那嘉義是一個高齡、超高齡的社會 而且在陸草是一個極高齡的社會 已經到達28%的老人 那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 這個農村老人獨自在家、子女在外 那這樣的一個生活型態 我們怎麼樣去有一個新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台灣活力老化協會 一直在推一個概念叫社區共勞 怎麼樣讓社區的長者 還有社區的民眾 大家一起來守護老人 那自己老人也可以成為別人的守護者 這個是一個社區一起老的概念 所以這個概念是要推廣 那因為在社區裡面看到真的很多的長者 在營養上面跟食物上面確實是缺乏的 所以我們就一起協助 這個協力的都來自台北 還有高雄很多的這個 食物銀行的夥伴們 一起來設置這個食物銀行 希望能夠讓這些物資可以有機會 來輸送到有需要的長輩 獨老家或雙老家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是要結合 我們將這個村里幹事村里長 這邊一起來協助 因為社區就是大家手牽手 一起來幫助我們社區的長者 讓長者在社區裡面不孤單 而且能夠得到應有的一個照顧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再跟嘉義縣政府 一起來努力成為縣府的一個幫手 也成為社區的幫手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吳雨晴表示 為了體力、老實大 出門比較不方便 目前露草雄的物資、發送 就需要用來春里長 相關社會團體協助 發現有需要的鄉親就進行通報 經過的朋友 有合資格 到的中 物資營養包 請送中部的處理 讓中部的更方便 可以拿到 這件新聞真心 都超興 才會很不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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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